第九十三集 那冒牌的秦子牙说不定就是欧阳迪华本人 他恐怕从七玄谷中学到了某种高深的义荣术 把我给骗过去了 给我的七玄令看来也是假的吧 至于那去霍罗国天池山的名额也是欧阳迪华捏造出来的 林明拿出须迷界中的七玄令 哭笑一声啊 自己只见过七玄令一次 而且是惊鸿一瞥 怎么分得清真假 林明正在理清脉络的时候 突然觉得胸口一震 心脏狂跳了几下 一股股热流沿着血液流遍四肢百害 火精 林明内视身体 原本沉寂在邪神种子中的火精 仿佛遇到了什么极为兴奋的事情 上蹿下跳一刻都不得安宁 这个家伙在干什么 林明心中奇怪 本来雷灵更为活跃一些 火精多数时候都是安安稳稳的 今天为何如此反常啊 细想起来 刚才他发出雷火沙的时候 火精就兴奋异常 喷涌而出的火焰威力 似乎比往日强大了很多 难道是 红莲妖言 林明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是了 自己是傻了 之前还想着火精既然能吸收熔岩之火 那么能不能吸收其他形式的火焰 刚才遇到火攻释放出的红莲妖言 他竟然没有想到 可现在火攻死了 这还怎么吸收啊 不对 火精应该不会乱兴奋 他应该是发现了有意义的东西 林明心中意识到了什么 用灵魂力联系到火攻的尸体上 火攻已死 灵魂消散 所以林明的灵魂力可以长驱直入 将他的尸体整个探查了个遍 这里 林明抽出一把匕首 在火攻右手小臂上一扎一挑 一颗燃烧着火焰的红珠子立刻就跳了出来 这珠子虽然埋在了火攻的血肉之中 但是滴血未沾 火珠子一出现就往外飞 却被林明拿真元给困住了 火珠入手 林明邪神种子中的火精更加的兴奋 显然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吞噬掉 这个 这 这难道也是火精 林明看着那珠子 这才发现火珠上有精美的莲花雕刻 显然这个莲花就是所谓的红莲了 不对 这不是火精 是唯火精 火精想要成形极为不容易 林明体内的火精 是靠携身之力这种逆天的密法才形成的 想在自然界中找到天然的火精 谈何容易啊 很多炼器师炼药师 终其一生都没找到一枚火精 火攻的修为还不到后天 这样的修为想拥有火精 除非是壮大运 然而作为一个炼器师 火攻又必须有控火的能力 他偶尔得到了一缕红莲妖言 虽然红莲妖言属于高品级的火焰 但火焰毕竟是火焰 不可能像火精那样永生不灭 时间久了都会慢慢消亡 想要他不消亡 只有不断的陪练他 火攻花费了大代价 收集各种火焰精华和火属性的东西 来陪练稳固这缕红莲妖言 这期间 他甚至为抢夺一种材料而触犯门规 不得不逃离弃旋骨 一缕高品级的火焰 经过种种陪练就会成为所谓的围火精 也就是人造火精 这种围火精能存在几百年之久 不过这期间要继续用材料去陪练他 才能维持他的强大 围火精比真正的火精那差远了 如果是真的红莲妖言火精 释放出来的火焰都是红莲妖言 随便取其中的一缕 加入众多火属性珍稀材料都能培养成为火精 而红莲妖言的为火精释放出来的火焰根本就不是红莲妖言 只是比普通的火焰强一些 否则以林明炼体七的实力怎么可能抵抗得了 虽然是围火精但里面也蕴含了各种珍奇的火属性材料和种多火焰的精华 绝对是大补之物 这个死去的家伙为了培养着围火精不知道付出多少代价 现在嘛 便宜我了 那我就确实不供了 林明也不客气 直接吸掉了这枚文刻着红莲图案的围火精 围火精被吸入林明的心脏 立刻被兄弟的邪神种子给制服了 紧接着 邪神种子中那枚只有火星大的小不点火精 就如同发飙的小猫一样就扑上来了 他早就迫不及待了 小不点火精 没入了比他大成百上千倍的红莲火珠之中 围火精剧烈的震颤起来 他身上的火焰忽明忽暗 似乎在激烈的挣扎 然而无论他怎么挣扎 终究是徒劳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 围火精渐渐的萎缩下去 越缩越小 最终全部被吸入了小不点火精的身体之中 而这个小不点火精呢 也长大了那么一点点 原来就一个火星大小 现在勉强赶得上一粒芝麻大 这让林明极度的无语啊 别看着红莲火珠不算大 但其中蕴含的火属性能量 绝对要比他之前在熔岩窟吸收的那些熔岩之火 那多得多 也精春得多 毕竟他是一个半步后天的武者 几十年积累的材料和火焰精华 培养出这么一个来 可被小不点火精吸收之后 只长了这么一点点 哎呦 看来要培育它成长起来 那得花费大量的心血 当然了如果小不点火精真的成长起来 它的威力也必然十分的恐怖 高品级的火精 就比如红莲妖岩的火精 连传说中的先天高手都不敢奢望 这种火精一旦现世 必将掀起一场血鱼腥风 想到这儿 林明心思忍不住有些神亡 如果自己能得到红莲妖岩的火精 给小不点火精吸收掉 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啊 再得到一些奇异的雷铃 比如什么天刚神雷啊 辟邪子电的雷铃啊 给小不点雷铃吸收掉 那会又发生什么呀 到时候再用雷火砂 威力得达到什么地步啊 林明想想就忍不住激动 恐怕比先天更高层次的大能 都会一下子轰杀掉吧 林明正想着 瞥见了自己身前不远处插着的一把长刀 这把刀正是火宫的武器 林明把刀拔出来一看 哼 刀风如雪 寒光四溢 好刀 林明忍不住赞叹 这赫然是一把人间上品宝器 大宗门的积累 果然恐怖 这个家伙真是负得流油啊 林明也不客气 直接把刀收入须弥戒 接着他把目光又转移到火宫的须弥戒上 一把就把他摘下来了 杀人不越货 等于白忙活 人间中品的须弥戒 林明的心中就是一喜 这一枚戒指里面的空间 要比他的人间下品虚弥戒 大出五六倍来 而且更加稳定 足以存在七八百年之久 这个东西对林明来说 更加的实用 随着他家当越来越多 林明用的虚弥戒 已经有点小了 而因为小千世界不相容 一枚虚弥戒中 不能放下另一枚虚弥戒 要不然一层套一层 那还了得呀 所以要是有多个虚弥戒的话 只能全部戴在手上 这就不太方便了 背不住就有武林高手 十个手指头戴十个 林明将灵魂力沉入虚弥戒中 随意这么一扫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好家伙 里面的宝器竟然有几十件之多 其中大多数是人间下品的宝器 还有两件人间中品的宝器 看那些人间下品宝器都是全新的 而且没有明过文 而那两件中品宝器却是用过的 哦 对了 这家伙是个炼气师啊 除了炼气师炼药师 一般人也不会费那么大心思培养维火精 一共三十件人间下品宝器 都是全新的 显然是他打造出来的 至于中品宝器 他应该打造不出来 一般来说 需要后天武者才能打造出人间中品宝器来 而人间上品宝器只有先天高手才能打造出来 所以价格才贵得离谱 林明继续探查 除了宝器之外 还有几万两黄金的金票和陈殿殿的一袋子真原石 取出了一看 全是价值一千两黄金的纯净真原石 粗略一数 一百多颗 炼气师 真有钱 林明喜出望外 这些真原石够他用很长一阵的时间了 这家伙打造出来的宝器 应该都是拿去卖了钱 换取真原石和其他的东西 当然了 炼气师虽然钱多 但花钱也快 就比如购买各种炼气材料 还有就是培养维火精 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除了这些宝器和真原石之外 再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一枚记录功法的预检 还有一些火属性的材料 这些材料显然是拿来培养维火精的 林明毫不客气 把材料中的火元素都吸收掉 全部化成了邪神火精的养分 至于那预检 他看了一眼 也没有多大兴趣 一套人家中品的功法 当然拿去卖钱的话 那是一大笔收入 林明清点了一下 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那把人家上品的宝器刀 还有就是这须弥戒本身了 将这枚须弥戒贴身收好 林明的真原灌注到体内的火精中 准备为火工免费火葬 然而火焰从林明手上冒出来的一刹那 林明却惊奇的移了一声 只见那火焰通体暗红色 窜动的火蛇 犹如盛开莲花的花瓣一样 这明显带了一些红莲妖言的特性啊 只是这么一股小小的火苗 呼呼的热浪 就如同潮水一般四散涌出 林明心念一动 从须弥戒中取出一把金刚匕首 将刀热伸入火苗中 只是挤西的功夫 刀热就发红变软了 最后竟是融化成了铁水 林明心中大喜 新的火焰比之前的熔岩之火强出一大截来 要知道熔岩虽然灼热 但却不足以融化钢铁 林明把手一挥 这一缕火焰就落在了火弓的尸体上 随着这个声音传来 火弓的尸体迅速被暗红色的火焰给笼罩了 轻易融化钢铁的火焰 烧在人身上的结果 那可想而知 不小片刻 火弓就成了一层人形灰烬 连骨头都不剩 林明随意挥袖子 一股清风把飞灰吹散 这是真正的灰尸灭迹 处理完这一切后 林明开始找寻被他制出去的灌红枪 这把枪跟了林明很久 虽然现在已经派不上太多的用场 但是林明还是不愿意丢弃的 茫茫临海中 找一把枪 谈何容易 好在林明之前用灌红枪有一段日子了 真缘反复灌注其中 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丝真缘残余 林明就是顺着这点真缘的残余 在一片荒草之中 找到了几乎完全没入土壤之中的灌红枪 收起灌红枪之后 林明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对付欧阳迪花 他现在 无论是实力 还是身后的势力 对比欧阳迪花都不占优势 返回七玄五府的话 容易吃亏 甚至被欧阳迪花给害死 实力 我必须掌握足够的实力 再回七玄五府 报今日之仇 林明索性准备留在南疆蛮荒 这里正是历练实力的好地方 南疆蛮荒纵横十万里 位于天运国西南方 这里已经不属于七玄谷的势力范围了 南疆蛮荒没有国家 只有一个个的部落 中土人称这些部落 为蛮夷 认为他们如毛银血 伦理混乱 这伦理混乱嘛 却有其事 但是如毛银血 那就不至于了 南疆人经常存在近亲通婚 这在中土人看来 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南疆少女穿着极为大胆 一般他们只用瘦皮 或者狭窄的麻布 掩饰要害不为 这样简单的衣着 自然春光隐约 引人瑕疵 南疆的少女 皮肤呈现健康的小麦色 他们大多身材窈窕 双腿修长而健美 腿上绑着瘦皮匕首套 脖子和手腕戴上瘦牙瘦骨的饰品 看上去别有一番韵味 林明来到南疆已经五天了 他一路行走在南疆森林中 现在终于看到了第一个南疆部落 这五天的时间 林明一路斩杀了足有上百只凶兽 林明现在所在的地方 只是南疆十万大山的边缘地带 凶兽的等级不高 一路遇到的最高等级凶兽 也不过相当于断骨 七五只而已 这种凶兽对林明根本购不成威胁 在荒林中行走这么久 终于见到人烟 林明总算输了一口气 不说别的 单单是这些日子的饮食就让他吃腻了 除了凶兽肉就是野果子 最主要的是他没盐呢 吃起来淡而无味 这个部落大概有千人的规模 林明走入其中 顿时感到一股抑郁的风情扑面而来 这里的建筑以木屋帐篷为主 大大小小的尖顶帐篷 秀着各种奇异的图案 有凶兽有图腾 有神话中的魔王神鸟 在帐篷之间的道路上 穿着南疆服饰的商贩 挑着竹匾的兜售着各式各样的商品 如古质的精美饰品 手工打磨制作的匕首 弓箭 还有各种珍贵的兽皮 鸟羽帽等等等 一路走来 林明遇到的南疆人大多有功夫在身 这也在情历之中 南疆草木从生凶兽出没 南疆人常要与凶兽搏斗 久而久之 也使得南疆人的身体素质和羞武的天赋 普遍好于中土 林明找了一个商贩 买了几斤盐 却见到一个约莫十六七岁 身材窈窕的南疆少女 笑颜如花的向他招手 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帐篷里边 这林明愣了一下才回过味来 南疆民风开放 除了部族重要人物之外 普通民众的婚姻关系根本不固定 经常实行母系氏族社会的走婚制 男女相遇 两情相悦的情况下 男方就会去女方的闺房中过夜 第二天天亮便离开 生了孩子则由女方家族抚养 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 叫一夜情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林明有点尴尬 摆了摆手 他可没打算在南疆留下一个孩子 就撒手不管了 那个少女顿时一脸的失望委屈之色 善善的放下了帐篷的帘子 这让林明哭笑不得呀 就在这时 他心中微微一动 他注意到在不远处有两男两女四个人 其中那两个男人大概都三四十岁 一个是赤薄的光头 满脸横肉五大三粗 背后背了一根一丈多长的狼牙棒 另一个男子正好相反 身材又瘦又小 他身穿皮甲 背后背了一把短斧 脸色精瘦蜡黄 就像个猴子似的 让林明惊讶的是 这两个奇貌不扬的男子 武道修为赫然 是断骨巅峰 一个千余人的小步路 一下子出两个断骨巅峰的舞者 这有些不同寻常了 林明的目光又转移到那两个女子身上 两女的年龄虽然这有十四五岁的样子 但是修为也有炼葬气 这再次让林明心惊了一回 十四五岁就达到炼葬气 这种程度放在天运国那得是四品上等天赋的世家子弟才能达到 一个千余人的小部落中出现两个至少四品上等天赋的少女 外加两个断骨巅峰的舞者 这太不合常理了吧 也许这四个人是外来的 林明的心中猜测道 就在林明注意到这两个断骨巅男子的同时 他们两个也注意到了林明 光头大汉用真元传音对猴脸男子说道 大哥 这小子是一斤切啊 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啊 猴脸男子点点头用真元传音说道 嘿嘿走运了 看这个小子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修为 估计是某个大世家的天才子弟 这种小毛孩设事不深 又妄自尊大 比较容易上钩 嘿嘿嘿 一会儿我去把他叫过来 就用他了吧 事情办妥了就干掉他 他身上的好东西肯定不少 抢了之后咱们兄弟又能大赚一笔啊 不过别着急 等出了城再说 在这里叫住他会被人看见的 这个小子身后指不定有什么势力 要是被他身后的势力查出来 咱们两个就死定了 哦 我知道了 光头大汗舔了舔嘴唇 似乎有点迫不及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下方 查理 转发 看看